你會弄我鼓鼓啊 不要鼓鼓啊 沒有啦 一攔一輛遊覽車5號 發生反復意外 國興駕駛被依照過失 致死罪嫌20萬元交保 父親從花蓮趕來 也替他澄清 沒有開很快 這開2、30年了 對 開車很穩很慢 遊覽車反復造成一死38傷 檢方抽絲剝繭 要釐清案情 速度本來都是2、30 結果後來一直加速到40、50以上 煞車燈後面都一直有亮 長期有煞車 是懷疑就是時候呢 煞車使用不當的過蒙 而且他就是有警示器了 檢察官到場進行勘驗 要還原車禍前行駛狀況 另外也有乘客點出意外 發生前車子出狀況早有跡象 輪胎也會冒煙 太熱了 打東來一直煞車一直煞車 車子車在哪兒也有 也有這種情況 車子也有冒煙 要輸去冠軍 煞水 這段遊覽車2019年出場 今年2月檢驗正常 距離下次定檢日還有將近半年 4年內無件違規紀錄 而駕駛員駕幾枚 沒異常6年內倒有6次違規 那我有要求一定要5年內的 4年的車鈴還很新 為何還是發生反覆 其他遊覽車駕駛說 下坡路段是開車魔王關 很陡的話你就會用2檔或3檔 只能這樣 不能一般是不會用到4檔 就是速度快 所以他一直踩煞車 才要煞車過熱 因為車行也是來自桃園 監底站也派人進行機查 查明同款車型車況要釐清責任歸屬 近新聞綜合報導 請坐下